咱们反过来说,为什么不吃鱼头,第一,它的海产菜风光,我在10年以前来这片海鱼头,我的朋友,我师父老跟我说,他们出海的时候满海都是鱼,所以他们对钓鱼的兴趣并不是很大,因为扔一些就有,现在逐年鱼吃鱼,总体我也感觉鱼越来越少,他们鱼很多, 他们不吃刺的,所以他们就是左边一片右一片,就扔了,中国人呢就是说,食物眼镜啊,鱼头,包括我朋友,比如说我钓的这个blackfish啊,他们有的叫黑斑,那个唇很厚啊,我本来说,哎呀,你们怎么把鱼头扔,扔哪你扔哪我去,你太浪费了,是吧,这个北方人的一般不太吃鱼头,广东人啊,中国的广东人, 我大概有三四十年才五十年了,差不多快啊,去广东是吧,那个一个鱼刺,带一个鱼头,买的很贵的,没有鱼头的鱼人就不要的,是吧,这个那个气候有关系啊,北方的一般的不太吃啊,我是北方人啊,这个我们美东也算是北方啊,是吧,反正是,我就讲美东吧啊,不吃, 但是随着这个中国人和这个,这个美国人呢,混合性的那种钓鱼啊,现在美国人啊,他也知道了,他也开始吃这个鱼头了,因为做鱼头汤啊,他们也讲,哎呀,这个好啊,做鱼头汤啊,放点咖喱呀,什么做那个素,啊,这个,第一个就是,他这个海产比较豐富,第二个啊,这个,美国人不太吃河鱼, 别人吃太多啊,他们就是海云不新的啊,是吧,呃,这两年,有变化,大融入啊,融合啊,互相交流啊,大家知道,哎呀,你完了,中国人呢,一般要整鱼啊,你不是说过年啊,才要整鱼啊,老外就是两片,放香里一口,是吧,放佐料啊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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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们也,也有什么,也有什么,也有自然,各种各样的香料啊,都有,他吃的也很风味啊,这个,下一集呢,我讲, 中国人放雪啊,美国人为什么不放雪啊,但是这个情况也都在变化啊,这个,咱慢慢的讲啊,如果有兴趣的啊,咱们在微信里啊,呃,不是在这个YouTube里啊,可以互相联系啊,这个课题非常有意思,是吧,这个,而且,讲讲他们的做法和中国人的做法啊,OK,就到这儿了,因为我不想时间太长,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